NC1251 即將展開我們NC1251組決賽 在排在第四位的拳手 他就把車頭對向了內側 那像起跑的時候看可能不能 可以往前再靜一尾 然後在開始比較低速的狀況之下 拆取一個內線的攻次 然後把其他的拳手打出去 紅旗退場蕙琦舉起準備起跑 MCE有一組 蕙琦為一下起跑出去 由於動力都不大所以大家都助跑方充去 沒錯 第四位的攻勢做笑了 馬上搶到內線 排到第二名的位置 很快的在我們排在第一位騎乘JTS的選手 馬上就拉開跟後面去 在第五位 一個失誤 一個小差距之後馬上就被落到後面去了 相當的精彩 這個組別相當的精彩喔 在兩個髮夾彎都有一些小碰撞 經過第一圈 看來第一圈經過我們終點線 依然是我們的鐘伯寬 不過後面的名字有點變動 目前可以看到第三集團 第三集團還是我們看整個比賽的重點了 大會廣播 沒錯 目前排在第一名的就是我們的中伯寬 中伯寬 下午的成績還是相當的快 李先生的其他選手相當多的秒數 問題來看這個差距已經拉開到兩個彎角了 中伯寬經過第三彎 而第二位選手還剛剛經過第二彎而已 第二位選手是我們的夜正輝 跟在後面也是周一 周一剛剛也是有撿到 因為剛剛那個工坊底下 他往上升上那個排位 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周一抓住了機會 不過排在第四的 排在第四五 應該是我們的曾聖如吧 剛剛又往前追擊的一位了 三位是理得相當的接近誰都有機會 那我們的中伯寬 又要經過我們的終點線 似乎是有點放慢的腳步 我們的中伯寬 有我覺得他應該有感覺到後面 應該沒有人跟過來了 因為你看他現在進到第三彎 第二集團還剛進第一彎 他在那個角度就發現說 其實沒有人跟得上他了 那都沒人 對啊目中無人 後面依然還有這種激烈的纏鬥 916號的夜正輝正接受到後面 兩位選手的追擊 大家都想要搶頒獎來最後一個席次了 那目前排在第三位 周一似乎要進攻了 在第五彎 第五彎又一個攻防 不過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周一沒有成功的進攻 最後的兩個髮夾彎 不過後方的王凱文也悄悄摸了上來 沒錯沒錯 都偷偷摸上來了 都靠著一點點晚煞車的技巧 周一剛剛一點小小失誤 現在稍微落後了一點 第一彎 後面 後面 第一彎有人摔出去了 是剛剛失誤的其中一個選手 應該是我們的黃大展或是曾勝倫的選手 沒錯剛剛摔得太快了 沒有看到他的號碼 他那個太快了 我看不到不是閃電俠 摔的速度比進彎的速度還快 真的我有點害怕 我希望選手應該沒什麼事 不過他現在爬起來 所以我們選手已經沒什麼事了 好目前倒數第二個法夾彎 倒數第二個法夾彎 有人車子失誤了 三位選手依然沒有 才會沒有進行更動 那我們有位選手機械故障 現在停在草皮 我們做國關居然獨走 前方第二幾圈 而且差距越來越大 現在已經差距越拉越大 現在已經差距越拉越大 現在已經差距越拉到四個外角了 周一試圖插入內線沒有成功 周一試圖插入內線沒有成功 夜正輝周一跟王愷文三位 在爭奪第二名的位置都相當有機會 大家都互相等著對方失誤 可以看到周一的內線 跟我們夜正輝走的內線不太一樣 他選擇一個很積極的進攻線我覺得 我們王愷文選擇比較包的線 王愷文應該在等機會 你看他用包的線出彎其實比較快一點 又想發動攻勢了 可惜沒有成功 周一他很積極的在進攻 所以他在周一在走內線 試圖給我們夜正輝壓力 我發現周一很喜歡在1號彎走內線 可是我們夜正輝很容易就包把門關回來 對 因為其實進出彎的速度還是有差 因為選擇一個進攻線難免都會掉速 周一似乎是外包 這個回防算漂亮 我們周一 走過王愷文 周一似乎發現走內線行不同了 開始拋線了 對 像後面這個連續彎角 又是自身的關鍵 是 你看周一跟前方的夜 周一很積極 相當的進步要發聲公式 一個晚剎車 周一又再度插進內線 出彎有沒有機會 沒有 是不是轉速掉太多了 沒錯 結果 結果反而 王愷文 內線中的內線沒有成功 差一點就被王愷文超越 周一除了要積極的進攻之外 還要提防後面的追兵 排位依然沒有改變 依然是我們夜正輝第二第三位 而我們周一接待的是我們的王愷文 三位 都在爭奪第二名的位置 而我們的冠軍 應該沒錯的話 就是我們的中伯寬 獨走 以獨走的姿態 已經要進入套圈了 短短十圈之內 就遇到了套圈車了 第二集團的三位 依然帶給我們相當精彩的比賽 現在 持續的互相攻防 進入第二彎 穿過Red Bull的拱門之後 民視依然沒有改變 可是車距拉近了 在接下來連續彎腳上面 會不會有所改變呢 我們的中伯寬已經超越了慢車 已經套圈了 比賽進入最後一圈 後面三位選手 的名次依然沒有做出改變 通過我們終點線的依然是我們的葉振輝 周一跟王愷文 三位 哎唷 距離又拉近了 我的周一相當的積極 穿過Red Bull拱門之後 一個積極的進攻沒有成功 接下來進入我們的三號彎 三個人路線都相當的接近 接下來是我們的四號彎 三位選手 名次依然沒有變動 五號彎進攻 周一有沒有機會呢 沒有 走的是一樣的路線 接下來倒數第二個法夾彎 依然沒有成功三位選手 可能靠著最後兩個彎腳 會不會變化呢 最後一彎 葉振輝 周一 王愷文 衝線的順序沒有改變 沒錯 第二名是我們的葉振輝 接下來是我們周一 接下來是我們王愷文 三位 馬上就拉開跟後面覺得 喔在第五位 一個失誤 後面 第一彎有人摔出去了 結果反而 王凱文內線中的內線沒有成功啊